好 惊喜 晓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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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侯回来了 听说你表现得很好 恭喜啊 刘叔 严小晨呢 他怎么从公司仓库搬出去了 他今天上班了吗 严小晨上周就辞职了 你不知道吗 你 为什么呀 这小姑娘不说 我也不好问啊 好了 我知道了 刘叔 猴子 贵宇春 你知道严小晨在哪儿吗 小晨 我今天还看见他跟卫童在一块儿 在哪儿啊 学校呗 还能在哪儿 怎么了 小晨不见了 东西也从家里搬出去了 到现在也联系不上了 那你打电话问卫童啊 他电话关机 那 那咱 那你再想想他跟谁还能有联系 对吧 你别着急 这最多也就算失踪六七个小时 你说你记着 行了 先不跟你说 吗 我 睡觉了 我 睡觉了 对吧 我 对吧 我 我 我也 我 真的 我 喂 喂 程哲人 你好 没胃了 我沈侯 怎么了 你 你知道严晓晨在哪儿吗 他不是跟你在一起啊 我 我出差了今天刚回来 他不见了 东西 也从家搬走了 公司呢 我也打过电话了 公司说他上周就辞职了 也不知道他人在哪儿 你最后一次跟他联系什么时候 就今天下午 我从飞机上下来之后 我没跟他说我回上海了 我本来想 你最近跟他有联系吗 你知道他会 他在 他 你知道他可能会去哪儿吗 他是不是跟我联系 还是为了要招待你们公司的客户啊 你嫌疑人 我会跟他一起看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傻坐这儿干吗呢 找伟童啊 我怕你 阿姨 你自己问 你出去你就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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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开下门 开下门 这谁呀这是 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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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呀 看不见锁门了 阿姨 我找一下伟童 怎么又找伟童 你是 阿姨 拜托了 我找伟童真有事 十万火急 全都十万火急 我还十万火急呢 求求你了 阿姨 我今天必须见到伟童 等着吧 拜托 阿姨 沈红 你大家晚上干什么呀 伟童 你一边去先 伟童 盐晓晨在哪儿 你是颜小陈男朋友 你都不知道我怎么知道 伟童 你一定知道盐晓晨在哪儿 还有 他为什么搬出去了 伟童 我求求你了 告诉我吧 伟童 你看猴子可怜兮兮的 你就告诉他 大不了我请你吃饭 二十吨那种 伟童 我 其实你也没有那么在乎他 对吗 不然你怎么会感受不出来 你们之间的问题呢 如果你不能平衡你们之间的差距 他今天的离开只是一个开始 他住新城家园 今天刚搬过去 你还不快点去啊 谢了 对了 程哲远是不是来过 谁啊 不认识 那个 吃饭 说好了啊 手手手手手 二十吨那种啊 变态辣那种 不好意思啊 我最近不吃辣 不是 你怎么能不吃辣呢 胃童 你别走 胃 吃完啦 你也别吃了 走了 拜拜 猴子 怎么样 没我面子 未同能告辞你 要有尘住哪儿 你等会儿我 来 他怎么住这么个地方 找谁 杨康晨 又找他 什么意思 你干吗 他出去了 刚才是个穿西装的帅哥 现在又来两个 今天才刚搬进来 客人就这么多 我真不知道是该哪里好的 你说什么 怎么 说说不行啊 不是 身后 你 你想干吗 你想打我是吗 没有没有 开玩笑 开玩笑 你打呀 正好我跟房东告状 叫他赶紧搬出去 没有没有没有 你休息 误会误会 误会 这么多人找他 就是 看不出来还挺厉害啊 没看出来 不是 是 结束 今天 我说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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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ace 但因为你怎么还 又怎么会 是 呀 我怎么这么 好像是 所有地方 总是 你怎么办 的 我们这个点子少说五个亿 而且还是美元 我们现在啊 主要是项目刚刚起步 所以还没来自己租场地 肯定会租的 几位 这边请 请坐 谢谢 今天可要多喝点了 请看一下我们的酒水蛋 你要是现在加入啊 这个吧 那你以后可是公司的原位 先回你看看 我看看 小吃来四分吧 谢谢 然后纸巾来一个 对 好 这个 再来两个这个 然后再来两个这个 好的 你看什么呢 将来公司啊 咱们一上市 别试 别试 要啥啥没有啊 是不是 我们同学 什么同学 人家可是MG总裁 露洋先生的朋友 就他害你离开MG的 我还以为什么高才生呢 这尚未全靠陪人喝酒啊 但是 这并不影响我们团队招纳人才嘛 到时候房子 车子 要啥啥没用 而且我们经常搞团建 对 你想去哪儿玩 英国 法国 还是哪儿 只要到时候你说个地儿 咱们随便去 咱们资金也够 对不对 对 欧洲如果玩腻了 咱们去南极 北极 没错 我跟你说呀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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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一会儿还有点事 我大概也了解你们公司的情况了 要不要加入团队呢 我回去再考虑考虑 你也真是的 哪值得为这种认输器啊 既然今天狭路相逢了 那咱们可要好好招待他一下 今天就先失陪了 抱歉 抱歉 别走啊 我们酒可都点好了 对 给我们喝两杯再走吧 真抱歉 抱歉 我喝不了酒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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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来 跟你说 你们干嘛去啊 等着看好戏吧 我先走了 先走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哎呀 哎呀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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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您好 我们酒吧见过 是 不好意思啊 这么晚地打扰你休息 颜友晨有没有找过你啊 你知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你很着急吗 我一直打到电话 他不接 他没事 我们俩下午刚分开 他可能没听到吧 他可能没听到吧 你很着急吗 你很着急吗 我一直打到电话 我听说他把深思的工作辞掉了 他有没有跟你说为什么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老板变成了婆婆 不就自然出问题了吗 不过这个事 我好像也不太方便跟你多说吧 那你知不知道 他住在哪儿啊 小小 小小 你慢点 程总 后面那辆车好像说在叫我 陆迪啊 好边停 快点 开门 周总 怎么办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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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事跟你没关系 他是他女朋友 听见了吗 要干什么 跟你说话呢 程睿 你要在他去哪儿 跟你没关系啊 你到底对他做了什么 他现在不想回你哪儿 你要带他去哪儿 跟你没关系 程睿 他现在不想回你哪儿 告诉你 他是我女朋友 我爱带他去哪儿去哪儿 跟你没关系 跟你没关系啊 沈侯 不要再像我刚才那么冲动了 就算你不在乎自己的身边 你也应该在乎 颜小辰的身边吧 跟你有关系吗 起开 好 咱们走啊 给我 包给我 慢点 慢点 坐好了啊 程总 走 我算是见识了 你沈大少爷有金钱啊 你好 我照顾他吧 我先走了 你回头看一下你那车 如果有磨损的话 我陪你 拉倒吧你 我怎么也得支持一下 兄弟的情深积许啊 你今儿把车一横 帅 我也想在那谁面前 帅一把呀 嫂子今天可惜了 没看见 你说 魏彤那句话什么意思 他什么意思 我哪知道 不会是你妈知道了吧 演什么豪门狗血剧 不然你俩在一起 但我没说啊 我先走了 你要是照顾他 怎么没喝那么多酒 其实你也没有那么在乎他对吗 不然你怎么会感受不出来你们之间的问题呢 如果你不能平衡你们之间的差距 他今天的离开只是一个开始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你怎么才会 你怎么才会 我先走了 倩倩 回到自己家公司做 还习惯吗 没有什么习不习惯 我就是想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最起码让别人觉得 我是一个努力的肯老祖 倩倩 那些嫌言碎语吧 很快就会过去的 大不值得 之前呢 你不愿回自家公司 是怕别人说 你都靠在家里 爸我也知道 你的梦想啊 是MG 我没有梦想 没有梦想也得生活嘛 对不对 难道我没有经历的差距 就把查接了 是不是 虽然咱们家的公司 比不是MG 但是爸我觉得 你在这儿也是大有可为的 这么容易丢了计划 那么恰巧证明 MG次分1 是没错的吗 你记住了 你依然是爸爸的骄傲 好 你和我想跟你一起喝茶 好啊 如果你做好了 爸我请你喝最好的雨前龙请 谢谢爸 能不能不要干涉我的事儿 我知道你们反对了 你们当人可以反对 我也可以当人不听啊 妈 我喜欢晓晓晓 我就是喜欢她 不管你们赞不赞同 我一定会娶她的 你们要知道吗 法律可没有规定 娶她被娶得 经过你们的同意 我来跟她说 沈侯啊 你一大早打来电话 就是想气死我们啊 你妈身体不好 你不知道吗 赶紧给你妈道歉 那你们先跟晓晓道歉 干吗呀 干吗呀 晓晓 难不难受 宿醉一定特别难受 下次别再这么喝酒了 你知道我生气不好哄的 知道了 我昨天下午到的上海 本来是想给你个惊喜 没想到 你却也给我个惊吓 此时 搬家都是大事 我不是反对你这么做 但你至少跟我说一声啊 我只是 还没想要怎么跟你说 我们是男女朋友 有什么事情是不可以说的 晓晓 你为什么总是 不多依赖我一些呢 好了 别生气了好不好 别生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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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一直以为我们关系 劳不可分 可是我现在才发现 我们之间的联系 你竟然只有一个电话号码 我不知道你家在哪儿 我也没有你妈的联系方式 我只能一遍又一遍地 给你打电话 可是电话那头呢 一直没人接听 你要是永远不接的话 那我就永远找不到你了 晓晓 你让我担心了 你让我担心了 我也知道了 我不能没有你了 其实我懂 你是不想让我 在你和我妈面前左右为难 我也知道我妈去找过你了 我还知道 他不同意我们在一起 但是我告诉你 我不管他赞不赞同 我都不会和你分手 就算你要跟我分手 我也不同意 坚决不同意 谁说要分手啊 谁说要分手啊 我不分手啊 我不分手啊 为什么要分手 好 我答应你 我一定找我妈去打 一定会给你个交代 你知道吗 每个孩子 在大人眼里都是独一无二的 你不要因为我 去问你爸爸妈妈 为什么觉得我配不上你 你也不要因为我 去和他们吵 只要下去 事情只会越来越严重 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晓晓 你那么好 事到如今你也不吵不闹 还是这么地清醒理智 清醒地去让步 理智地受委屈 我想不出来 他们有什么理由反对你啊 好啊 你猜一猜 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注意你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对你有感觉的 对 你说 那个时候 是刚开学 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那会儿 我家情况不好 我对现状越来越无力招架 原以为我的人生 从此以后只剩灰色了 可是 在我看见你的笑容之后 就变得不一样了 那个时候我以为 你只是一个出现在我生命里 笑容最好看的陌生人 但是后来 但是后来 你居然为了我提神而出 你要有多点水啊 我都用 谢谢啊 谢谢啊 谢谢 谢谢什么好 谢谢人 我想想 其实我想过很多次 你为什么会喜欢我 可是我 我真的没有想到 是因为正一件小事 你才喜欢上我 所以你 你从那以后就记住我了 我其实 很早就喜欢你了 我喜欢你笑起来 无忧无虑的样子 但是我不喜欢你 生气重美 像现在这样 你答应我接受好不好 你说 以后不许跟你爸爸妈妈 吵架了 好吗 好 我答应你 我爸 不用管他 我妈 也不是不讲理的人 只要我去跟他们解释清楚 办法一定会有的 好吗 晓晓 对不起 有什么好对不起的 但是我现在 必须得靠自己的能力 在这个城市生活下去 这样才能得到你妈妈的认可 我不能一直依赖你 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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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您是严晓晨女士吗 对我是 您好 我是专门服务于 金融行业的猎头 我在张杰 之前在网站上 看到你的个人简历 我这边有几个 比较好的职位 您看您下午一点钟 方便过来聊一聊吗 没问题没问题 您把地址发给我就行 好的 那么之后把地址发给你 请准时到 好嘞好嘞下午见 是通知你去认识的吗 对 我得去收拾一下 那你快去洗澡 我去买吃的 吃完咱们一会儿出发 你今天不上班吗 我连着工作了半个月了 江哥说 放我脸 你去洗澡 我的天 你今天没了 你在做什么 把地址的 这一歌 你快去洗澡 你自己洗澡 你没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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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过上级领导直接找的设计师 好 我知道了 谢谢啊 开始吧 开始吧 看你的简历是华大金融系业的 对 为什么选择金融行业 社会各阶层各行业的所有人 都需要资金融通 无论是极期远期 国内或者海外的资金需求 金融业都能满足这些需要 这就造成了投资和回报 可以通过个人努力成正比 你毕业之后 没有直接进入金融行业 而是进了服装公司 那就等于你在金融行业是毫无经验 那你觉得你如何能胜任我们公司的工作呢 我的确 在工作经验方面 会有所欠缺 但 我有在MG的工作实习经历 我知道 实际工作远比书本知识 要复杂和丰富得多 但我有责任心 也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 而且我也比较勤奋 在之前的实习工作中 也圆满地完成了所有的工作安排 所以从中获取的工作经验 让我受益匪浅 请归公司放心 我在学校学到的知识 和我的工作经验 能够让我有信心 胜任这份工作 如果有一亿资金 你会投资哪个行业 如果我现在有一亿资金 我会选择 投资互联网金融 我没有其他问题要问了 Cindy 你觉得呢 我注意到一个问题 你的成绩全都是A加 可是为什么没有学识学位 我 我 我在学校期间 有一门必修课 帮同学替考了 行 面试就先到这儿吧 你先到门口等一下 谢谢 太可惜了 成绩这么优秀 为什么要给别人替考呢 这是品质五点啊 所以我们就要 因为一个错误 否定全部吗 面试怎么样 结束了吗 还没有 我在外面等结果 喂 怎么样 还顺利吗 还行吧 那他们问你学位证的事了吗 问了 你怎么说的 我 实话实说呗 你说了 那 那岂不是对你很不利 早上我应该找个更好的理由糊弄过去的 这事 他们如果想知道 一查就能查得出来 不管他们要不要我吧 我起码实话实说了 不亏于心啊 你说得也对 这样 反正这家不行的话 还有下一家 我就在门口那咖啡店 你结束了赶紧过来 好 拜拜 恭喜你 你已经进入了我们最后一轮面试 接下来是我们的管理合伙人 他会亲自面试 跟我过来吧 好 进去吧 祝你好远 请坐 怎么 看你的表情 好像你都猜到了 我就猜对了一半 我以为你只是这个公司的高管 但是我没想到你居然是老板 所以 我的经历是你帮我偷的 是啊 但是我没有干预面试 就在十分钟前 公司的副总 还有董事总经理 还在为考试作弊 算不算严重的品行不端 吵得不可开枪 但你现在已经坐在这儿了 除了你自己的能力以外 还有一点 就是你的诚实 明白了 好 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面试了 你知不知道DH是一家 什么样的公司 是一家私募基金公司 通过投资不同的行业和公司 或是把一个公司 进行拆分和重组 来获得回报 你愿意做私募基金吗 别着急 给你几分钟想清楚了 然后再告诉我 我愿意 第一 第一 我对金融投资特别感兴趣 第二 坦白来说 我现在没有比这个更好的工作 也没有别的选择 所以 我一定会尽我自己最大的能力 去做到最好 卢小姐 恭喜你 你被录取了 明天就可以来上班 就 就这样啊 要不还会哪样 严格来说的话 我之前已经面试过你一次了 而且是我手把手教你如何面试的 你觉得我还有什么问题要问你吗 好像也是啊 原谅的 但有些话我还是要重申一下 公司决定用你 是因为你足够优秀了 并不是因为你认识我 如果你不好好工作的话 我还是会开除你 刚才你的面试官说了一句 每个人都值得的机会 我同意他的观点 不要让我们失望 我会加油的 记得去人力资源部 搬送这手续 好 你男朋友那边 他那边我会跟他解释的 我会解决好